随着银行的停业 希腊的经济陷入到挣扎中 希腊是否将会面临着破产呢 即将由我们连线的是尼克·斯坦蒙克为期 你好尼克 在4月份之前 希腊的失业率下降到了25.6% 而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为-0.2% 并没有延续去年的 恢复的趋势 而是重新地陷入到了衰退 并且希腊对于资产管制的方案的态度并不乐观 你对此有怎样的一个看法呢 毫无疑问 希腊经济在过去的4到5年的时间里 表现是灾难性的 我们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图中可以看出 经济长期处于下滑阶段 我认为这也是周日公投中 那些反对票背后的关键因素 而银行业流动性的缺乏 让经济环境变得更加的恶劣 我们需要保持更多的耐心 而在7月20日 希腊非常有可能再一次的无法偿还债务而违约 这将给希腊带来更大的麻烦 所以 希腊经济目前面临的考验是空前的巨大 是的 又是一个新的还款日 希腊议会召开会议 直到午夜才结束 并且提出了有明显让步的方案提议 银行停业延长一天 我认为这比6月底的违约更让希腊经济受伤 那么你觉得是这样吗 您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我并不认为希腊处在一个有力的局面下 可以看到的就是 欧盟和希腊双方之间的信任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希腊在过去的一周到两周的时间里 也表现出了对摆脱困境的渴望 并且他们也出台了很多的提案 而欧盟内部对于希腊的表现 所表露出的态度 对希腊留在欧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所以很有可能在下一次的还款日期到来的时候 欧盟和希腊双方的谈判 将会出现最终的一个结果 希腊方面所做出的提案 是否将会被接受呢 奇迹会出现吗 如果提案被接受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双方仍然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并且基于双方在之前谈判中的表现 想要取得相互的信任 似乎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希腊目前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都是针对7月20日的还款日期 而针对希腊给出的提案 欧洲央行内部也正在进行着评估 核心因素就是 希腊给出的方案是否欧洲央行认为可行 是否可以真正的给希腊的经济带来走出困境的帮助 希腊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已经被扩大到了极限 对于欧盟来说 希腊如果真的要退出的话 那么可以确定的就是 将会对整个欧盟的经济的流动性 带来一定的伤害性 但是并不是不能被他们所接受的 而希腊方面 他们一旦退出欧元区 就不再使用欧元 如果不再使用欧元的话 商品的价格将会增长 以及经济将会陷入到货币危机中 而对于欧盟来说 希腊一旦退出 将会对欧元的价值产生一定影响 所以说一旦双方谈判再次破裂 希腊将有可能失去欧元这一重要的货币 然后经济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欧元美元货币对的汇率目前在1.101左右 比前两天要好一些了 在你看来在当前的情况下 该货币对的走势会有怎样的发展呢 我认为欧元美元下一步的价格将会是1.09 进一步将有可能来到1.08左右 而到年底价格将会来到1.05左右 而在最近可能将会出现上涨来到1.14 1.15左右 但是具体的形式需要根据希腊事件的进一步的走势 来进行进一步的判断 我认为9月份对于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 估计美元欧元的价值都将会在这个月份发生一定的浮动 所以说投资者们需要特别的关注9月份 尼克 感谢你的参与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冈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